点火的话 我们就带盾 因为他带点燃 那个威射力是不一样的 调一下灵异 好赚啊 坏了 这里没打好 其实这里可以打掉他很多血 没打好呀 他也在中 哎被冰卡了一下我操 哇被冰卡了一下我掉了台炮车 他带了双攻击力 打人贼通 有点打不过 这个人是个高手 这个人是个高手 我败了 没打好我操坐姿有点不太对我要开始认真了 完了被单杀了 哇这好亏呀他18杀完我 他下波出来经济要碾压我 不过还行因为他是个青钢引 推兵慢永远是他的痛 没关系的他杀我这里不要急他把点燃焦了已经 这波限很多 没有人帮他推他推都会很慢 调下轮椅 在歌场 合药 合药那个 如果我的血量下一波会很危险 突然換了這個皮膚,應該繼續用自貞,用自貞就好了 還行,我們下落是優勢 還好他掉了一波線的經驗 不是很虧 但其實已經虧了很多 他在被動角 這裡可以殺他 一定要果斷 一定要果斷兄弟們 這波是個機會,你不要看,你不要看我殘血 但實際上我傷害很高,我技能全都在 果斷點這波 你不果斷就沒機會了 但這波只要殺死他 我跟你講青鋼你這個英雄 你前期可以打不過他 但你只要殺他一次,知道他不可能要死 在對 等完打野的人經常就犯這個錯誤 他不算對面出來的時間 他給對面送了個buff 別來傷 主宰夫人打中路不打中路 這個青鋼也是個高手 這我就很煩 這我就很煩 這我好煩,我要被殺了 哎呀,好煩喔 那這個紅,這個紅是真的煩,然後還有一個人頭的經驗 一個三百塊錢的錢,他下波出來 下波出來七百五加一個紅水晶,我有點難受的 青鋼引擎,他這波是能殺我 這波我們只要先往後走,不要放出三就行 我如果有個刺激煙氣我就死不了 其實圓皮就可以,我覺得圓皮也不錯 下波裝備就打不過,但是我就點火 如果下波他們打也來干擾我的話,我就很危險了 他死了 已經死了 不想我就死了 這裡就不要去幫奧拉夫了 我們這裡直接回家 因為我們要打對性優勢 就不能幫打野 他怎麼這樣子玩 劍魔打青鋼引如果你前期 沒壓住他 讓他配合打野抓死你個兩次你就不好打了 劍魔打青鋼引屬於好打 因為青鋼引沒恢復,你只要控好他那個盾你是很好打的 這把娃娃多吃點石頭鋼,多吃石頭鋼才可以 哼 嗯 我感覺青鋼引特別不好打中裝戰士 特別不好打 你除非 是那種 絕活哥 像劉白什麼這種 不然真不好打 因為中裝戰士基本要沒有回血要沒有很厚的盾 青鋼引他不好打,這種英雄他是一點一點來 換你傷害的不一樣 要玩得很仔細才打得過 但劍魔這種就比較優勢,而且劍魔還加強了好幾個版本 他青鋼引就更打不過 這還打垂直 要死了 唉呀 好煩 唉,開心 確實不好打打,弄手了 這英雄我玩過 以前我沒玩過之前我覺得青鋼引還 操作有點小簡單,但後來玩過之後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想著買什麼 買這個? 那我覺得買冰刀會煩 好煩 好煩 中路家裡要爆了 為啥現在青鋼引雄沒這種操作型 因為設計師發現你英雄 你搞得難玩沒什麼用啊 你搞得難玩搞不難玩幹嘛 他交易 我沒交 他這波有大 可以秒他 他這英雄太難打中裝戰士 他殺我一兩次都沒什麼的 只要我沒有虧兵線,就你玩這種中裝戰士你打青鋼引只要你不虧線 怎麼都是賺的 因為這種,因為青鋼引這種英雄本來清線就笨,我感覺 青鋼引可以加強一點E技能跟W 加強一點那種,不過 但是這東西他W跟E不能加強太多 因為加強太多這東西壓線就打線就很厲害了,因為他W是帶回血的 我覺得他可以加一個那種對小兵傷害增加 這樣他就會可能多人玩這個英雄 比如說他W對小兵傷害造成雙倍傷害 可能就比較好,但是這樣子的話又太變態了 因為如果你加強這樣改的話 就等於他可以不用買那種推線裝備 對,他推線也很厲害 殺一死了 還要追我 還行 低的都是還行 不能加強 S8的女王 以前打野,他這英雄打野還挺厲害的 青鋼引到六抓你必死 他只要打野,他直接E過來一個套,套一個大你就死了 絕對領域知道過 他大招就是鐵男的大招,你可以把他大招跟鐵男大招 就 看成是一樣的效果,就是讓你跑不掉 但是他這個是可以配合隊友的 對你走不掉 是他的隊友可以進來 冥界領域 海克斯領域 一個W 兩個人打死,這麼狠 反正只要是戰士都有垃圾 只要是戰士上單都有垃圾 你玩什麼戰士你都比不上打野 戰士打野是要比AP打野強 AP打野其實很弱 AP打野的發育周期強 我跟你講所有物理 物理打野英雄都很厲害 反而暴女莉莉亞這些就很弱 因為他沒有吸血沒有回血 傷害不是持續性的 綠綠亞這種你要想持續性的傷害你得 發育特別好 你裝備起來 但花月收回來你裝備起來 你換霞子男槍一樣的效果 猴子 猴子也不是猴子很容易爆炸的,猴子很怕抓啊這英雄 抓一下就直接廢了 買中傷 買中傷的買個不假血 物理打野技能空了還可以平A,是的 AP打野是有點不太好用 尤其是15,15是那一改那蝦子猛的一逼 尤其是蝦子這個英雄 這不是玩家的問題,是蝦子這個英雄的問題 只要帶護盾的他出15都猛 你不要說是個打野 打野這個位置 經濟起來太快了 他出了這個賞金符文就相當於給 給這種刺客英雄 多了一個鍍城,你知道吧 你額外多了一個鍍城的技能 你每殺一個人就等於是拿鍍城一樣 你殺個五個人就等於推做一塔一樣 效果差不多你都為止了 我這裡不走,我們要死 這台你這把要力打五 什麼傷害呀,卧槽,打不死 2550 我的媽呀 我13級他11級啊 卧槽他 三件套了 他11級打我13級了,殘血我打不死他 這就是大家說比較弱的ADC 卧槽 得來文也能出這個 霞也可以出這個 裝備有差距 上單現在就這樣的,你等級高到你沒裝備 ADC跟打野起來很快呀 尤其是打野,他等級低但他裝備比你好 他不會回去直接掏一個大陣子 你又不能一直打架,一直打架能處理很低 他再出個15我就打不死 山羊,現在還有人玩奧文,奧文這東西玩不動 他要4件啦 這台多少分鐘啊,他就要4件了 他要4件的傷心 你到了? 他打不死 他打不死 我操還好我開得果斷 哇操我好焦慮啊現在趕緊趕緊趕緊 我要趕緊把食物買出來他忙事件了 啥意思啊 那你也追不到我呀 7-5還行 我們這樣子拿 別買蘭盾要買15你要買輸出的話同時買防禦 有点燃 没点燃我也死了 我杀还够了 我有大招能反杀,没大招就算了 别死了,死了大龙 哦他没有直接动 再打了已经好像 靠角约,角约没出今生 我做追寻的唯一瓶颈 是死亡 我抄压力好大耶 这他妈四件套啦 我们打太慢了我感觉 我们打太慢太慢了 这龙魂有多猛,眼猛不过对面,他这个出来 看不懂 这东西炸他妈八十攻击力 看不懂 用鮮血淹沒這個世界 他現在不是英雄的問題 他是上路的問題 拉回來就死了 可以打了嗎 完美的Q 能打嗎? 趕快都來聞出來 一普投兩普投 我們要出問題 好可怕 貪欲九投石 他怎麼不出那個 我這波Q都沒有人刷六嗎? 我很失望 他閃閃沒了 假如有金聲會好打很多 確實 我沒大了 原來溫斯比一般AD要難 我要溜 快回快回快回 完了 跑不掉了 哎喲怎麼臉上有個青鋼影 走的醜真的媽有個青鋼影我也走不掉了 沒事德萊文薩波沒閃 搞他就行了 想逃 老地方 在石頭人那裡逼好像可以逼回去 逼一個錘子他這進牆有視野你能跑 跑個錘子他直接一個這個你就斷你就回不去了 走不掉 做完我還要再買個藍盾 如果德萊文的那個E 把他彈開我們就完了 這全完了我們只有他們兩個突進 我們這個陣容是只能往裡面充沒有保護 保護要看情況 這東西太悔了 2333 2333 經常拿著對大龍被對面团命 很正常 上膽不容易上分啊 不過還好 這波開 開的還可以 開的還可以 我的命 靠你們啦 兄弟們 殺殺殺殺殺殺 德萊文沒死 我雖然融化了但是 還可以的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這媽的 還行 我這波立大功 他們全技能瞄我 怎麼說這波誰誰立功了我覺得是上單立功了 我覺得是我立功了兄弟們 我立功了兄弟們 怎麼說我立功了 說實話這波沒有我的話 我隊友 這奧拉夫5殺不了 真立功了不跟你們開玩笑好了 這不是節目效果 也不是嘴硬 他藍盾 我也要搞個藍盾 我是想著去開這個青鋼 後面太多人 我想的是我應該 R加那個可血我應該是死不掉了 結果還是死 沒關係 還是殺了他們蠻多人的 破了路搞地 奧拉夫起來就是 我們沒中傷了就角約一個中傷 如果還有深淵面具就好 就是那個 可以對我加傷害的那個深淵面具 角約去下有點危險 他這裡好容易死 誰帶那麼深 頂那麼深頂不住的 不能進那麼深 太深了不好配合 一般這種帶過伊塔就行 下條路 等龍等龍等龍等 發文號幹嘛 我說頂太深真不行的 我說兵線頂太深 真不行 別被狂了 狂了就沒了 還行破了個還 啊他沒盾 這兩位有閃 一個一個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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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什麼傷害呀 被他W少三個 被他閃出來了 哎喲這波他媽全部能站一條線被他W了 應該退一下會好 這不會被一波了吧 有這個可能 小心一波 他可以一波 是看這個W太狠了 感覺大龍要丟 我買個這個吧 冰霜之星 可以減他攻速 他閃了嗎 這個也拿了 他閃了嗎 向他們前進 血條有個369 不懂 秒 怎麼說 秒不秒 快吵快吵 我吵就我 要一波了 完了 我擋不住他們三個 四個 青鋼羽沒死 我們得先開 黑幣 其實我這波應該把反甲給賣 把大反甲換那個就好 哎呀沒辦法呀 他起來頂不住了 這吸血太狠 而且是 而且我是有那個60重傷都頂不住 這把沒辦法 盡力